在中国 很多地方都有 正月初五破湖的习俗 这破湖 其实就是送年的意思 过了初五这一天 年也就算基本过去了 有一些过年时的禁忌 比如不能动火做饭 不能扫地等 也随之宣告结束 由于初五年 中夕以后不能够动火煮 正月初五一到晚 家家户户 都会进行大扫除 原先所有的禁忌 也都会被废除 破湖因为是破除禁忌的特殊日子 也有不同的传统仪式 在咱们中国的大江南北 人们根据自己的愿望和需求 形成了不同的宗族习惯 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宋穷 和接财神 过去老百姓大年初一既会动扫主 一旦动了扫主就会招来扫主心 就会扫破财运 招来晦气 从初一到初四这几天 烧的煤渣 灶火垃圾等等 都要聚拢起来 如果要扫地 也只能是从外向内扫 寓意着招财入门 如果向外扫 就意味着扫财出门了 扫在一起的垃圾 还不能随手倒掉 只能集中地存放 因为民间认为 春节期间的东西 如垃圾 费水等 都是沾了福气 财气 和喜气的 扔掉了垃圾 倒掉了费水 就是扔掉了福气 财气 和喜气 是不吉利的 会招致一年的霉运 当然 充满智慧的劳动人民 也不会让这些生活垃圾 一直攒着 初五一到 这几天 积聚起来的垃圾 就会由福气 财气 变成了无用的穷徒 必须送走 所以这破五的这一习俗 就叫做送穷徒 简称送穷